鸡蛋加盐浮起来的原理 鸡蛋加盐浮起来的原理其实就是液体的密度和浮力大小的关系 密度小的物体会浮在密度大的物体上面 鸡蛋本身的密度比水大所以会沉到水底 但是盐水的密度比水大 而且根据水中含盐量的增加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加 所以当盐水中的盐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盐水的密度就会超过鸡蛋的密度 鸡蛋就会浮起来 如果进入液体的鸡蛋的体积一定 那么液体密度越大 鸡蛋所受到的浮力也越大 也就是当我们在清水里不停的加盐 水的密度就会逐渐增大 浮力也逐渐增大 当水的比重超过了鸡蛋的比重时 鸡蛋就不会沉到杯底 当浮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鸡蛋就会浮起来 所以这也能够证明密度因素可以影响浮力大小